該館水上之前發行車禍 75歲的阿嬤騎到電動四輪車 在台下倒閃電動車禍 剛才經過那個地方 管理員林鄉亭發行車禍 就快停下來 因為她有EMT1初級救護技術員的證照 合作固定阿嬤的暗君子 以往第二面的傷害 並且趕緊通報救護人員到現場 把傷害送給他 阿嬤你脖子都不會痛 脖子都不會痛 他之前有去嚇到頭 他剛才用到 所以我也不曉得 我現在幫他固定了 現場傷者有兩名分別有 肢體擦傷、頭暈 還有頸部疼痛等情形 現場並發現已經有民眾 為三萬座頸椎固定 及遮陽、山峰等暖心散局 現場經頸缺固定及 檢疫包招後 病患分別送往醫院救治 最像軍隊說 基本基礎的地震 就是不要亂不會刷斷白人 先把北方固定暗天 以往第二面的傷害 發生車的時候 天氣是這麼熱 民眾和議員合作壓在頭 減輕相反的不爽快 最近疫情期間 如果民眾 有緊急救護的需求的話 希望民眾 一定要告訴救護人員 有確診的情況 才不會造成救護人員 有難力的風險 對於整個防疫的工作 會有所影響 也會造成我們消防救家倫理的 一個折損 希望民眾 一定要配偶 而且要做好相關的 居家隔離的措施 可是三億兩後比較知道 調適者 竟然是新冠危險的確診者 在隔離的旗艦又趴趴走 發生事故 也沒有救護人員說他快診 相叫好有民眾 快診就要照規定來隔離 免害第一頓地勤當時 在封嚴當中 既然防美街的館長補兜